好 那破手套的時候 破手套一般而言 手套有兩種類型 或者是穿實驗蟻的兩種類型 第一個 偶爾可以掃一下大家 因為它還沒做 所以不用穿實驗蟻要 好 那第一個 它這邊沾的可能是毒物 或者是有害微生物 第二個是防止我身上的東西污染到 我要實驗的東西 就這兩個目的 這兩個目的想得很清楚之後 以後你們到了工業 到企業界 你到了實驗室 你到研究手續 你會知道誰保護誰 我記得做分子生物學實驗 像我們系的那個李竹人 他分子生物學超強的 我實力差太多了 因為我專長在北的地方 好 他就是說 我要做蛋白質 我就戴口罩 我戴什麼 避免我的東西污染 但沒有人不戴口罩 就我看到了 然後呢 現在我們做微生物的時候 是怕我手上的菌污染到 我的食物污染到的樣本 還是怕這些東西有毒 我碰的過程會污染我 這兩個想清楚喔 這兩個戴手套都是這個目的喔 好 來 那像我們這個情況 等於是我怕我們要滅的東西 會污染到自己 所以會戴手套 老實講 我們自己在 我在美國 在台灣都一樣 我滅衛士 因為他是食品菌 我都不戴手套 那我在美國 我有做李斯特菌 我有做一些菌 他就會有問題 我就會戴手套 那我講一下我美國同事的壞話 他人真的很打 叫我很多東西 他在這邊做完O157 各位知道O157是什麼嗎 E.coli O157H7 他是致死性大產感的菌污染 也就是他致死率的話 20%吧 1 2 3 4 5 5個中了 死一個 所以他在美國是惡名招商的 我就跟他做做做做做 OK 然後就寫個說 回頭 馬上到他座位上開始喝咖啡 我靠呀 你知道我嚇到嗎 因為我以前我在 我在那個讀研究 在台大讀書班的時候 我們有同仁也做O157 每個人都警覺 OK 就是說有一點危險性 然後呢 就知道他有這個情況 來 幫我趕快再換一個 斷掉的台式 對 好 好 謝謝 因為這樣答案會比較響